如果社区能够有收入 也就能稳定服务社区居民 如此乡东光社区 就透过县府的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计划 安排课程来学习制作糕饼等的伴手礼 有了稳定的裁员 就能落实社区福利化的目标 社区居民认真听取老师所教的技巧 将戚风蛋糕加入当地特产红茶 面团要如何搅拌均匀 参加学员认真听认真看 一直等到成品考出来 还要将蛋糕切开 检查内层有五考成功 大家这么认真 除了是自己学习 更是为了社区发展 那考不够也会说 所以等你们这次考到膨胀以后 稍微往下限一点点就好了 今天主要过来是教导他们 做一些伴手礼 结合当地的特产 他们当地的特产是红茶 香菇还有一些的百香果 赤苍这些部分 南瓜部分 所以我这次的课程 有搭配一些红茶的蛋糕 还有结合当地的特产 南瓜也是做煮肉蛋糕 因为社区有办这个课 我们有机会就来多学习 因为我们平常在家 不会去学到这样的东西 而且烘焙的东西 就是我们平常会吃到的 那可以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蛋糕啊 饼干啊 然后不一样的那个技巧 然后来这边也可以就是 帮社区就是推广 鱼子乡东光社区 透过县府色劳处 社区小旗舰计划 设计一连串让社区居民 学习如何活用在地的农特产 来制作伴手礼课程 希望为社区开辟裁员之外 也提供居民多远的学习机会 可以做一些 当做小饼干或小点心做的 都可以融入在这个素材里面 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卖 这个一方面可以当伴手礼 这个就是在社区的话 生产的一个方式之一 所以在这个小旗舰计划里面 也很高兴能够获得 我们县政府的认同 这次所做的是红茶戚风蛋糕 未来学生们还要设计香菇 赤葱等糕饼来充实东光社区的 伴手礼选择 社区学员都非常期待